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58年的广东药学院位于阳城一渝 驻立在珠江河畔 虽几经曲折 几亿齐名 但一代又一代的广药人自强不息 务实创新 今天 学校已发展成为我国三所独立建制的药科大学之一 是广州大学城十所优质高校之一 广东省热门高校 2002年 教育部决定在全国高校开展 五年一轮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与时俱进的广药人把评建创优 视为进一步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契机和动力 以评促改 以评促建 以评促管 评建结合 重在建设 在历史几年的评建工作中 学校党委以科学发展观 总览全局 认真研究如何结合评估要求 狠抓学校发展和提高教学质量等重大问题 不断明确以药为主 医药结合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型医药大学的发展定位 形成了适合学校实际 分阶段推进 评建工作的基本思路 2002年 学校首先从解决办学条件入手 通过进驻广州大学城和创建中山校区 解决了制约学校发展办学空间不足的瓶颈问题 为打造优秀本科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 随着办学规模的逐步扩大 学校逐利加强师资队伍的引进与建设力度 不断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 初步形成了与广东卫生事业和医药经济相对接的专业体系 为打造优秀本科教育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2005年 学校开始全面推动以内涵建设为主的评建工作 广州 掌握